先从眉头主线开始设计 前三根是一根向前一根向上一根向后 后几根的话是一根比一根长一根比一根倒 慢慢的倒向眉心的位置 最后一根压到咱们的下边框线上面 再开始把这个主线都加一根浮线 让它变成一组一组的人字线组合 再加浮线的时候 必须让每一组的人字组合的毛尖突出一些 这样才会更加仿真 接着再去在空隙里面加一根单线 把漏白填上 大的空隙加一组小人字 也是拳头锯到咱们的眉心处 眉尾的话前几根是弧直线 慢慢的到咱们眉尾的最后一根是外弧线 再去加一根浮线 先变人字再加一根变成鱼字组合 剑缝插针加绒毛 边框压好不跑形 整体看一下设计好的效果 喜欢吗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